海水道灌淨岸上 道路直接被淹沒 再來一陣汹湧的浪 直接翻越防波堤 這次威力再更大水之間淹進村莊 海景第一排瞬間變成水上小屋 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本好端端開在路上的汽車 差點被突如其來的大浪滅頂 車身還因此晃了一下 這裡是澎湖西雨鄉小門村 又淹了 澎湖居民只能趕緊穿起雨衣 戴安全帽全副武裝守護家園 氣象局資料顯示 二十五號下午澎湖還在暴風範圍內 兩點多又適逢滿超 加上九級陣風和豪雨助陣 捲起一層又一層的浪花 凱米颱風即時已經出海 但暴風半徑250公里 陳設範圍廣 觀音亭的浪 也不容小覷 海浪撞上防波堤 瞬間打出比人高出好幾倍的浪花 澎湖在颱風過境期間 二十五號清晨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初步研判該駕駛 依似在視線不明的情況下 致狀陸燈身亡 當時風雨震大 但車禍原因有待調查 而風雨持續 肆虐澎湖 一目不驚險場面 在眼前上演 居民需嚴防避免災害發生 華視新聞 陳設建雲華 澎湖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